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来我们就看电容器所带的能量 电容器的能量 单一 导体球 电容器 它只有一个导体球 我们说电容器嘛要两个导体 互相绝缘它才是一个电容器 你只有一个怎么可以呢 只有一个怎么可以呢 我们说我可以这么看 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导体球壳 这个球壳包在这个外面 这个球壳有多大呢 它的半径无限大 就是在无限软 你看不见 它就在那里 它到底球壳在那里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 这里还有一个 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到底球 那现在我们要求它的电容 求电容 如果这个上面带正Q 这个一定带不Q 对不对 因为这个半径无限软 它在无穷软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设定V等于0 因为它是无限软的 那它等于0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电位就是V 相对于它就是V 那这个电荷呢 又分布在这个 一定在这个导体球壳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C是等于Q over V Q没有问题 那V呢 V就等于4πε0√r√2 这个我们做的太多了 这个我们做的太多了 你这个电荷在这里 代价是R 这个地方就是这么大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代价去 Q over V 它就是4πε0√2 这就是带一导体球 它的电荷 你也可以从 同心球壳电容器 多少 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 同心球壳电容器 就是电容 好 我们刚刚求过 我们刚刚求过 C等于什么 4πε0 ra分之1 解rb分之1 对不对 是等于这个 好 现在 把这个代价是同心球壳 一个无限大的分析 因为是R 那么我们说 ra a 等于大2 rb rb approaches infinity 那么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就知道C是等于什么呢 C就是等于 4πε0 所以这个和这个是怎么样 一样的 对不对 你可以看成是这样的情况 好 好 现在我们要看 电容器如果带电的话 它的电能是多少 我们现在要求 我们要看电容器 带的电能 电容器 它也是一种 原件 它是一种原件 用来储藏电荷 跟储藏电能 那么它 储藏电能的话 是等于 多少呢 好 我们现在 就由这个例子 我们刚刚这个 s就是这个 我们由这个例子来看 当这里是正Q 这里是-Q 这个地方的电位是V 这个地方的电位是V 这个地方的电位V是0 那我问你 电荷Q 分布在电荷V的一个球壳上 它的电能是多少 你可不可以说 因为 因为 我们以前讲过 如果这一点的电位是V 的话 我拿一个Q 从无限远把它移到这里来 它所做的功就是QV 我们以前讲 你把Q啊 从无穷远移到这一点 电位是V的这一点 你做的功就是QV 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说 这个电呢 就是大Q乘大V 可不可以呀 可不可以呀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 这个状况跟这个不一样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这个状况 这个V啊 跟Q 没有关系 你Q在这里也好 Q不在这里也好 这个上面就已经有V 这个V是由别的电荷产生的 不是由Q产生的 我现在把Q移到这里来 做的功是这个 但是这个不一样吗 你Q如果不在这里 这个V就没有了 如果上面的Q等于0的话 这个V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V跟Q有关系 那不能够直接带过来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用一点技巧 就可以啊 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比如说 我们这个是 这个导体 这个导体 本来都没有电荷 没有电荷 无限远的地方有一个导体球 这个半径是无限大 也没有带电 我现在从无限远的地方 从这个地方 拿一个DQ过来 把它移到这里来 我第一次就做了一个功 W1 你把它从移过来 要不要做功啊 要啊 为什么要啊 因为这个导体本来是中性的啊 你拿走一个DQ 它就会有一个负DQ 对不对 那负DQ对真DQ 会有一个吸引力啊 要把它吸回去啊 那你现在要把它带走 那你现在要把它带走 你就要负代价 要做功啊 克服它的吸引力 然后你就把它推到这边来了 好 这里就开始有DQ了 这里就有个负DQ了 然后我继续 继续再拿一个DQ过来 这里又多了一个负DQ 这个时候第二次的功啊 你更要大一点 为什么 两个负DQ吸引一个正DQ 然后这个正DQ 对它有一个排斥力 对不对 你要看这三个力 你的功要更大一点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到某一次 这个上面 带了小Q 这个上面的电位 这个上面的电位是V 这个外面还是零哦 V 在这个时候 就说 这个V是这个Q产生的 这个球壳上面的V 就在这一场 我再拿一个DQ过来 那这个DQ拿到这里来啊 这个V跟它没关系 这个V跟它没关系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 我们说这一次啊 它的功啊 可以等于V 这一次小小的 这都是小小的小小的 乘上DV 这是当中的一次哦 然后继续 以后再继续拿 所以它全部的功全部加成 就在于是 我把这个功啊 积分 等于我把这个功积分 我们写的 我们写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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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那么 好 这个是V 写错 这个 都是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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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B,小B,小B乘DQ 那這個是DQ 我一路這麼計過來,一路這麼增加 起初的時候呢,這個上面電量等於Q等於0 後來變成大Q,我計這個 這個Q跟這個B,這個Q跟這個B有關係 什麼關係呢?就是電容 電容器的電容等於Q over B 等到它變成大Q的時候 它的potential,它的v變成大B 所以,C要等於小Q over小B 又等於大Q over大V 那現在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V代一下 V等於C分之Q 因為Q是變數 那這個,一積分呢 它就是2C分之Q平方 所以電容器的電容是2C分之Q平方 你可以把這個C用這個代 所以它又可以寫成什麼? 你把C寫成Q over V的話呢 它就等於2分之1QV 你把Q變成CV的話 它就是2分之1CV square 這個就是電容器所帶的電能 電容器所帶的電能 這裡就告訴我們 電能是儲藏在電荷裡面 有電荷的地方就有電容 這個皮把我寫下來 那現在我們可以求一下 平行滿電容器的能量是多少 我們把它畫成這樣 這個是A 這個距離D 這個上面有正Q 這個有負Q 電能是多少 那我們就講 這是一個電容器 對不對? 它告訴你有Q 它下面告訴你Voltage 那我們就看電能 像這種球把 能量 电能 它有这三种的选择 2C分之Q平方 2分之1QB 2分之1CB平方 它已经告诉你有Q了 所以有Q了 Q已经告诉你了 所以我们不是选这个 就是选这个 你选这个的话呢 要求capacitance 你要选这个的话 要求两个级板的voteach 哪一个比较容易求啊 其实这都不难 不过这个比较最熟悉 C比较熟悉 C我们好像高中都学过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2C分之Q平方 这是我们用的式子 平行板电容器的电容 它是跟极板的面积成正比 跟极板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你把这个再入 第一是我们就得 电能 是等于2Y0A分之Q平方D 这就是它的电能 很简单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用这个 上一次我们求出来的方法 那这个是方法一了 现在这个是方法一 好 方法二 我们说电能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是分极板 二次分之一 Ey0A分之1 Ey0A分之1 乘上1平方 乘D套 Ospace 还有Ospace 那你要用這個,你要求電場 求電場跟取低套 這個當中的電場 如果這兩個是無限大的金屬板 這個電場我們都知道 但現在它不是無限大 不過呢,因為低很小很小的人物 所以它跟無限大之間的差別 就是只有邊邊一點點 只有邊邊一點點的電場 會有一些不是均勻的 所以我們就把邊端效應、邊緣效應 不計 如果邊緣效應不計的話 由高斯定律 這個電場 要注意了 這個代表什麼東西啊? 無限大 代表O space 現在的space分成三部分 一、二、三 第一區跟第三區都算是電容器的外面 第二區是電容器的裡面 那由高斯定律 那由高斯定律 我們知道 在裡頭的這個電 這個是等於x sigma sigma over epsilon 0 q over a 這個算是 epsilon 這個是 理 r x 我們寫這個 我們寫這個 裡外 好了 電容器很內部 好 外面就是零 ok 一定要通通球啊 你不能只錄一點點 不能錄裡頭啊 他是 all spatial 好 然後我們就取dta dta dta 怎麼取呢? 這是它的全部體積啊 全部體積啊 那我們可以在這裡 這個地方 取一個小體積 這個小體積 隨便在任意一個地方去 好 好 這個是 什麼地方呢? 這是零 這是x 這一邊是x加dx 好 這個是a 所以這個體積就是dx x乘A 好 dx乘A 它就變成 A 乘Dx 好 A乘Dx 好 我們把這兩個 帶到1裡面去 好 我們把這個 帶入1 帶入1的話 現在 因為電場有三部分 第一區 第二區 第三區 第一區跟第二區啊 電場都是零 所以就是零了 所以 它的 電難 就是等於 2分之1 1 1 y0 然後這個就是 A Q Oper A Y0 0 好 存在 A dx 好 這個從0到D 只有0到D 這個區域的電場不是0 好 那麼 這個幾分 你看這個幾分 所以它就是 A約到一個 Y0 約到一個 所以 它就是 兩倍的 Y0 A 好 然後 Q平方 然後 這個幾分 所以它就是 2 A 分子Q 平方 D 好 這個結果跟 我們這個地方 得出來的結果 當然是一樣 好 這是 電能 我就不再多舉了 我就舉這幾分 就好 其他形式 你們 看得半 好 看看要怎麼做 好 現在我們看看 導體表面 導體表面 如果這個導體是帶電的話 那麼它的電荷一定分布在表面 它表面有電場 裡頭沒有電場 那麼表面電場 我們也求過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問 它表面上 的電荷 會受一種 靜電力 或者受一種 pressure 到底是多大 就說這個是一個導體 OK 導體 如果它帶電的話 這個電荷一定分布在它的表面 電荷一定分布在這個表面 電荷都分布在這個表面 這個電荷 不是均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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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我們知道 裡頭的電場 T是等於0 T是0 好 在表面上這一點的電場 表面上這一點的電場 我們上次求過 這個電場 是等於 normal direction 大小是sigma over y0 sigma 就是這個地方 局部的這個 電荷密度 sigma over y0 那我們現在問 這個地方 一個很小的面積 我取一個很小很小的面積 取一個很小很小的面積 DA 取一個DA 它受多大的力 它的force 多大 那我們怎麼算呢 因為這個電場 這個表面電場 是整個 所有的電荷 在這裡產生的電場 當你要算 當你要算 這部分的電荷 所受的力 你不能把 它本身產生的電場 也算進去 不能把 本身的電場 算進去 這是別人給它的電場 就是說 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的地方 在這裡產生的電場 乘上這個地方的 sigma乘DA 那麼就是它的力 那 你怎麼知道 其他的 部分 在這裡產生的電場 是多大呀 是多大呀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地方放大 把這一塊放大 這個 這個放大 放大 這個是外面 這個是導體的內部 我們看 因為它本身有sigma 所以它本身在外面 跟在這個地方 都會產生電場 這麼大 因為你這裡有sigma 所以 在兩邊 都看到有電荷 因為你很靠近這裡的話 這裡就好像是 無限大的一個地方一樣 好 那麼你在看這個裡 看這個裡頭 這個是由 全部的電荷產生的 它的電場 是零 外面電場 是這個東西 那也就是說 現在 有其他地方 在這裡產生的 電場 應該是多少呢 我們就發現了 我用這個 好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 sigma over x0 那這個地方就是 1 等於 這裡也是 我們把這個當作 1 1 內部 內部 這個是外面 這個是外面 這個地方產生的電場 就是說這裡不算 所有在這裡產生電場 這應該是一個 一個連續的 就是說 裡頭的 靠這一點裡頭的是這麼多 靠這一點外面的呢 也是這麼大 因為都是這一點嘛 都是這一點 但是 裡頭的話 這個 核電場 裡頭的總電場 裡頭的總電場 1 裡頭 加上 要等於 0 因為這裡是0 整個是0 0 0的外面是怎麼樣 它產生的電場 加上這個地方 給它的電場 是0 所以呢 所以 我們就說 在這個地方 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應該 應該是0 所以 在裡頭 產生的電場 我們應該把這個地方 當作是負的 因為這邊跟這邊 兩個建構方向相反 我們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等於 那外面呢 因為這個 其實就等於 等於這個 它就是這個 你可以從外面驗證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這個 也就是說 你現在外面 外面的總電場 外面的總電場 它是 它是等於 1 加上 sigma over 2 它等於sigma over epsilon 所以 它呢 也等於二人之一 也對 所以 E out 也是 這麼多 也這麼多 所以我們就知道 在這個位置 它本身不算 由其他的電荷 在這裡 產生的電場 是 sigma over 2 epsilon 0 sigma over 2 epsilon 0 那麼 我們寫一下 DA 就是那個 面積激素 表面上的面積激素 上 就是 電場 由 其他 部分 其他 部分 其他 之電荷密度 產生著 為 1 要的 女 2 ipsilon 0 分之sigma 他 他的力 呢 DA 上面所受的力 因為他有電荷 有電荷 他會受電場的力 DA 表面所受的力 D D D F D F 是等於 等於 Sigma 乘上 E 它就等於 Sigma Square OVER 2 1 如果你要寫 向量的話 這個地方就是N, 朝法線向外的方向 Sigma乘PA, 這才是Charge 那我們現在把DF, 怎麼這麼大 它跟這裡是垂直的, 它就是一個normal force 單位面積的force, 我們稱它叫做pressure 這個就是P 那它就等於什麼, sigma square over two epsilon 這個單位是Newton per meter square 這個P, 為表面所受的向外的壓力 向外的壓力, 它會把它擠出去 有些努力擠出去 我們 導體說的力, 跟 能電能等等,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再來我們就要看這個 Sessual Techniques 看這個 特別的一個技巧 特別的技巧啊 我們要用的就是 分率就是, 我們再一次導出來 如果說 我們有邊界條件, 給我們邊界條件 我們要解出這個區域裡頭的電位的話 我們發現這個電位啊, 有唯一值 而且它不會是這個區域的最大電位 也不會是這個區域的最小的電位 最大值跟最小值一定在哪裡呢? 在它的邊界上 那麼, 我們用這種原理 於是我們就發展了很多啊 我們解了八值虧學 還有一種叫做影像法 Image method 那我們 時間大概都不太夠 我們就先談一下 下一次我們再來檢查 比如說 我寫一下 點點和Q 至於 無限大 接力導體面前的 導體平面 附近 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面 這個面 這個面呢 無限大 我這裡當然沒有幫忙畫成無限大 接力 那我有一個導體 它在這個 這個距離 隨便找一個區域沒有關係 換加定這個是一個第一號 Q在這裡 這是一個導體 再問你 這個地方的電位是什麼 隨便找一點電位是什麼 那你不可能到後面去 因為這是無限大的導體平面 你不可以對到後面去 一定是這個導體前面 這個怎麼做 怎麼做 你就想想看 我們 電位有幾種求法 已經教過了 點電荷的電位 一群點電荷的電位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位 高斯丁 一個求電廠 由電廠來求電位 結合 plus equation 結合poison equation 這麼許多方法 能不能用點電荷的電位啊 這是個點電荷沒錯啊 它會在這裡產生電位 但是 因為這是一個接地的無限大的導體 你這裡有個Q的話 如果是正Q 你會把負Q從地面吸上來 所以這個表面上會分布了有負Q 一堆負Q啊 有電荷密度的分布 你不曉得是多少 它怎麼分布都不知道 你不曉得它是多少 你怎麼求那個電位啊 所以沒辦法求啊 不能 我們沒有辦法 由電荷的分布來求電位 沒有辦法 那能不能用電廠求電位啊 那不行啊 你怎麼 電荷的分布怎麼都不曉得 你電荷怎麼分布不知道 你不能求電位也不能求電廠啊 你不知道電廠就沒辦法求電位啊 所以這個都沒辦法做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寫Laplace equation 我們把這個當作兩個boundary 算是一個boundary 還有一個boundary叫無限圓 接地的地方通常我們都是把它當作V等於0 接地的地方 無限圓的地方呢 V也是0 因為啊 你在無限圓的地方看這個q啊 是一個有限值 你這裡再吸的再多電荷 它不可能是無限大 你有限大的q怎麼吸一個負無限大的q 所以也是有限值 既然這裡都是有限值 那麼無限圓的面上面電荷就是0啊 電位就是0啊 可以 但是 但是 你現在要解 Laplace equation 不好解哦 那麼我們現在發展另外一種方法 叫做影像法 影像法 影像法就是說 我這裡有個q 我把這個面畫成這樣子 畫成這樣子 無限大 無限大 這裡1等於0 我的q在這裡 Q在這裡 Q在這裡 你Q在這裡 所以如果我要令這個地方的電位都是0的話 我們可以當作啊 在這個地方呢 有一個-q的存在 啊 就是有一個電荷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這裡 跟這個地方距離都一樣啊 你從這裡 就是 Q在這裡 這裡產生的電位是正的 這個-q在這裡產生電位是負的 所以就是0了 對不對 任何一點都是0啊 這也是0啊 這一點電位也是0啊 那就滿足這個邊界條件啊 無限遠的地方是不是0啊 也是0啊 無限遠 距離太無限遠 距離這裡也是無限遠 電位也是0啊 所以 這個bundary bundary value 就是這兩個邊界值不定了 你當中解的電位啊 一定是為1的 那我們就是說 那這個很容易看你 這就是負Q了 就是負Q了 我們其實不是 我們是假定 它這裡有一個Q Q是多大才會讓這個地方變得0 電位變得0 我們解這個Q 這個Q就稱為這個Q的一個影像 就是它的image 它就是它的image 這個叫image method 我們下一次來看看這個問題 我們下一次來看看這個問題